大家好,上一节课呢 我们把这个荔枝呢 一组怎么画,给大家画了 上一节课画的是成熟的 那么还有将要成熟的荔枝 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它是绿中发紫的,是吧 那我们知道,我们先调出来 这个,今天我们要用花青藤黄 鼠红朱砂胭脂 我们先把这个绿色调到 调出来,调个草绿色 花青藤黄 加到一起是就是绿色,是吧 我们调个草绿色 这个草绿色一定要调到笔根处 这调颜色非常关键 中国画特别是花鸟画 一笔画上去就有好几种颜色 这样的显得有层次 有深浅,有变化 调草绿色 草绿色调到笔根处 笔根处 这个很重要啊 不要调到笔度上了 调到笔度上,等会一调都没了 笔根处,把毛笔躺在这儿 调到往,笔根后面调 笔后面调 笔根后面调 好了,我调出来这个绿色以后 然后注意啊,我笔笔水 开始调属红 调到笔度 出沙 加进去调 然后注意啊,调到这种程度了 笔头来的胭脂 你看 笔头来的胭脂 再来 画的时候笔根来的胭脂 好了 这就是一个颜色啊 我们现在画一下啊 把这个不成熟的这个 快成熟了 笔枝怎么画的啊 叫它绿中泛紫 这是一个 注意,我们再来一个 它俩挨的时候 你注意点啊 要注意 这个可以一笔下去 好 再来啊 再继续往上走 你看我调完了 我还没有去蘸了啊 先不蘸了 笔上有的话 就先不要蘸 因为它的尖老扁嘛 扁的话 你就给它稍微转动一下 我们这荔枝呢 要有疏蜜 聚散 离合 这个要有 这点 来一个 让它们稍微 连接起来 起个桥梁 注意啊 我们再来看看 哪边还有 我们先画这几个 我们把这个 先 看看这边 还可以来几个吧 再来几个 我现在笔上颜色 基本上都没有了 我现在需要加点颜色 比较啊 往这边走几个吧 这边走一个 你看你笔上啊 你一笔下去 笔里面的颜色 始终是有变化的 哎呦 扁了 被扁 让它成尖 这个时候我不需要 它不成尖啊 要有尖 没有尖不好 其实这样画法 就叫点都啊 叫点都 好 我们现在可以把 身上的这个斑点 也点一下 还是腌制啊 腌制 腌制 稍加一点墨啊 还不许加太多 稍加一点墨 点都 从哪点呢 就是从它这个外面 先把它外围点一下 然后再点底头 点的时候毛笔啊 要有弹性 啊 再来点 觉得颜色不够深的话 再腌制 加点墨 你看 毛笔啊 要在上面 纸上跳动 这样呢 显得 比较有 力量 力度 画荔枝哈 新年画荔枝 大吉大利 这边呢 这边呢 笔啊 点的稍微 稍微停一下 在那 不要很快的 起来 让这个纸啊 吸收一下 这个颜色 好 我们接着画这个 它的叶子哈 毛笔 啊 试以后呢 调除淡墨 到笔度后面 调淡墨 然后 中等墨色 笔尖调中等墨色 笔头调中等墨色 零化的时候 笔尖占等墨 好了 看 分布一下啊 这边画叶子啊 叶子是长圆形 一笔都可以画下来啊 一笔 你看由深到浅 这边来一个 有小叶子 有大叶子啊 有大叶子 这边再来一个叶子 要用笔度啊 有笔头 有笔尾 好 我们再把这个 笔给画出来 笔还直接用我们这个毛笔啊 这个饼是要把这果实 给穿起来的啊 写出来啊 要写出来 很有力度 要有起笔收笔 像写字似的啊 我们可以这边再画一个 好 注意啊 这边可以连起来 等于是这边连起来了啊 这边再连一下 好 接着画叶金 叶金呢 是重磨啊 笔头加点重磨就行了 这是快成熟了 说你要画的一幅画里头呢 有成熟的 紫红色的 然后呢 画叶金呢 就一个业金就行了啊 两边来点 叶 好了 我们这画就画完了 刚